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不少 魔王 藏玉龙 玉面小蛟龙 今天是来复仇的 我收到了一份神秘的礼物 他能够召唤大海的魔力 欢迎大家来到华语之门全民赛宝大会 今天我们的比拼依旧是会非常的激烈 我们的藏友们已经在场下摩拳擦掌等待上场健保了 究竟有哪些民间珍宝能够入选我们今天的数字珍宝馆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好 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职宝人 欢迎 尊敬的各位领导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专家评论团 大家过年好 过年好 上台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惊蕊 惊蕊 惊蕊 梧天地陷死惊蕊 我觉得你应该叫咔嚓 这名字是我爸给我起的 我爸比较喜欢鲁迅先生 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鱼屋生畜听惊蕊 什么意思呢 就我一上来 你们都别说话了 听我说 我这声音跟炸雷似的 我等会儿听他说 不是 你穿这身衣服 我近距离观察一下 你穿这身衣服 炸这面熟啊 你是做婚清的吧 这都被你认出来了 来来来 您看我这个穿着 我这个打扮 是不是 我说相声呢 那你们俩是一挂的 你说相声呢 你说相声呢 你这闺女 你这怎么 你看这闺女 怎么跑台上说相来了 你这个造型 你这个怎么能是说相呢 您这就有所不知了 怎么了 您别看我这造型 但是我对这个收藏非常有研究 那你这么着吧 你给大伙介绍这 你喜欢收藏什么 我给您介绍介绍 我收藏过这个 马继老师手写的相声词 怎么样 历史文献 之前吧 好好好 侯宝林用过的包书瓶 年头久了 侯耀文 洗脚的洗脚盆 有味儿 还有李金斗 脆过的小谭女 我听出来了 你是一个有味道的收藏者 这都是我收藏的 我听出来了 你这是喜欢收藏这个相声演员业余爱好的东西 对了对了对了 就是这个相声演员用过的东西 都是文化的 不是对于我们这个相声行业是可以的 是 但是你要是这个谈到收藏 你这些东西它都不值钱 别着急 今天我带着宝贝来的 那接下来开始揭晓你的这个宝贝 来吧 我这宝贝自带吉祥 好 主持人赞同奖 谢谢 谢谢魏老师 谢谢魏老师 我下台之前我看一下 您没点评一下 这相声说的怎么样啊 我给您看 哎呀 他相声说的绝对比我专业啊 真的啊 我有你这本事 我早就干婚庆了你知道吗 大过年呢 感谢你一来就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送上了一份欢乐 感谢主持人 但是言归正传 说说藏品 好 这件藏品啊自在吉祥 哦 那您给介绍介绍 它的吉祥寓意何在啊 您看它这个造型啊像一个葫芦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嘛 葫芦 葫芦 谐音 见词保者 新年大喜 退年大吉 借您吉言 我越看这个葫芦屏 有点不必须啊 怎么了 这是葫 这盖才能打开啊 这盖打不开 它是有寓意的 哦 什么寓意啊 它就是 哪壶不开提哪壶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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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说什么啊 我也瞬间就会说相声了 对对对 这壶怎么来的呀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毕业典礼 我一特别好的一哥们儿 他喝多了 就看上了我手中一对这个和谈 一对也是清代的 闷尖盘龙纹尸子头 抓着就不撒手 他说你从我这个 我家里边随便挑一件吧 我一看这壶挺不错的 不然我好喝茶 我就拿这壶啊 装个茶啊 装个酒啊 什么也不错的 但我也不太懂 所以说呢今天呢 来到咱们这个华语之门 想请这个专家老师 给我看一看 其实他这个经历 我觉得不叫收藏 你这叫换购 但是也有人说 这或换货两头乐 是吧 你认为它是什么年代的 我看的应该是清代的 清代的核桃 换了清代的糊 清代的糊 不知是真是假啊 那咱们有请专家老师 健保 抗感三十年 福森双黄年 感谢福森药业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避水润滑下 名愿藏骨筋 要旅游就去方江大观院 拿的这壶呢 是装酒是装茶 其实呢都可以 但是从这个壶的造型来看 你要是装茶叶啊 费点事 清代开始大部分喝散茶 喝着挺好 洗不好洗 这口小 茶叶也倒不出去 所以呢 这把还应该是装酒的 从图案啊 文式上 这种叫百花不落地 这百花呢 从清代雍正 烧法郎彩 最值钱的那种 开始才创销的 这底款 大清光绪粘制 您是不是当时换的时候 就冲这六个字了 您说对了 我看清朝换清朝 我也推不到哪去 那么从目前整体的文式 首先可以肯定 这是一件老物件 也算是超着了 开窗的 你看看 画的里边 如意型的开窗 今天也是特别应景 这过年了 不光是有福禄 海里边有如意 而且呢 里边画的是什么 庭园山水 这里边一个公子吧 就是人在画中游 这边呢 是小桥流水 有帆船远景 非常的诗意 那么经过仔细的甄别 可以确认 这是一件 民国时期仿光绪官腰款的 墨地百花葫芦 好 谢谢欧老师 谢谢 那也祝您新春大吉 感谢 感谢华语之门 感谢 这里先送您一个小礼物吧 感谢大家 同时恭喜您获得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 感谢 感谢华语之门 我回家带逃换逃换 争取下回带更好的东西过来 新年快乐 感谢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非常有细致啊 谢谢 今天呢 在现场带了一块这个名带的玉佩 然后想让现场的专家老师给看一下 这是你自己收藏的吗 是的 您平时玩玉玩多久了 玩有十七八年了 这是受谁的影响呢 受我爸爸的影响 叔叔 对对对 因为从小他就喜欢藏一些古玩物嘛 所以经常小的时候 就带着我去全国各地去看一些古玩 这俗话说啊 有欲必有益 有益必吉祥 我们文化团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件玉器上的一个雕刻 我们来看看 有一个什么样的寓意呢 要不上来近距离看看 首先来说 料我觉得肯定是个老玉的料 因为什么我不太懂玉器 但是呢这个老看咱们节目 老参与咱们节目录制 时间长了之后啊 关键就跟这个谈恋爱似的 所以你看老玉的料 你一看一定是有一种感觉 看啥都跟谈恋爱一样 那也有一定 你看这个标的是仙鹤嘛 然后这凹槽呢非常的均匀 是 然后呢 这个一定有人经常带她 挺好 感谢两位 谢谢 应该是 好 好 来 也请您这个正面场景 进行一个心理的估价吧 好 行 好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专家团的成员们 进行健保 要请 抗赶三十年 福森双黄连 感谢福森药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避水润滑下 名愿藏古今 要旅游就去丹江大观院 这是一件呢 应该是一个椭圆形的玉佩 它的材料呢 首先我们看它是一个和田白玉纸料的一个钢板料 它一支一支的这个窝檐里面 窝槽里面散发出来的光芒 最像和电灯泡一样的这种感觉 聚光 这就是一个明代的典型的年珠纹的一个特点 它有两层纹饰 下面呢 是一个芝曼做底的一个铺垫 上面呢又吊了一层弓 吊的是两支仙鹤 中间这个鹤啊 就是应该是一品文官上面的这种鹤 所以我们把这种纹饰啊 也叫什么 一品当朝 当然 它跟它当时的使用的规制也有关系 明朝时候的它的这种皇家的规制里面明确规定 这种白玉的带饰 包括像带板 必须是一品官员以上才能佩戴 我们看它的正面有工艺的这一面 当时的抛光是玻璃光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氧化 表面的镜面的反射变成这种慢反射 其实这种光是非常的隐润 这是我们来判断这件东西的光泽 是玻璃光是不是老玻璃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另外我们看它的背面 背面呢没有经过高抛光 所以它的背面呢有这种 类似于我们这种皮肤的汗毛孔一样的特点 综上所述 这是一件明代时期和田白玉雕 双鹤年珠纹玉带式的真品 谢谢德嘉健保 谢谢 我们来看看市场团的老师们 对这一件藏品的估价 这种估价是3.5万 3.5万和4万元 这件藏品呢可以说是中金料 保质性非常的高 并且呢寓意非常吉祥 双鹤年年之意 这件东西呢在以后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交易过程中 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 是一件不错的藏品 所以给出4万的一个估价 好 我们同学也来看看这位食宝人 给出这一件藏品的心理估价 2万元 谢谢收听预料 没有想到说自己身藏的这块玉 居然比自己的预估期还要高 嗯 还要高翻一倍 对对对 很开心 恭喜获得我们华语师们的收藏这个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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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期待你下次再来 今天快乐 欢迎你 对不起 给大家都能给我介绍吧 我在北京号称东方文胜 号称中国六爵大师 一个字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展示的是哪一个爵活 因为展示的是中华好诗词 而且古代人是五言诗和七爵诗 今天有时间问题啊 我把他名字来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尽在其中 所以您的意思是用名字作诗 而且是现场即兴 之前都没有彩排过的 没有彩排过 行 那我们话不多说 从文化体验团先来啊 好 戴眼镜的这位老师 您看您是先来 还是您旁边这位地主先来 地主 那行 您就给地主做一下 那行 那所以您的全名是 魏彭 魏鬼魏大鹏展制的魏 魏彭老师 魏国的魏嘛 好 三位也一位 魏震三国自然城 彭城万里群英会 你看 怎么样 好 两字啊 两字 好 真厉害 您看 这第二位 老师您好 我叫彭敏 彭德怀的彭 敏捷的敏 彭是将军 震三军 敏而好学得更高 怎么样 是不是太厉害了 那咱不能再继续了吧 咱这是全民赛宝大会 不是全民诗词大会 要不咱看看您的宝贝 好 这是我在新加坡这个 克拉克尔码头啊 看到一个华侨 拿到这个信筒 我感觉到一箭钟起 他失去我的末保 后来我就说 你这个就咱们去交换交换 交个朋友 我让他回到祖国的怀抱 因为这个中国这个快地快马 快马飞鞭 这个信筒啊 感觉到是友好天使 那么今天我是处境生情 不仅要献保 而且根据华语之门 你那四句诗啊 我写在上面 这就是 华语之门 圣龙门 太斗奸赏定乾坤 千古绝唱先不爱 龙腾中原中华魂 今天真的是跟着老师掌心似了 我看您的这个宝贝 也就是说是古人的一些 信差啊 信使啊 他们用来装信件的一个容器 是是是 那您这个信筒 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了 沐昕的一句话 说 从前日色变得慢 车马 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到很怀念 以前那个书无信传情 红颜传情的这种岁月 现在很多人这个就剩个发现机 像李老师 写好字又能把国学研究这么好的呀 真的应该我们去学习 确实不容易 再一次掌声送给我们老师 那今天您对这个宝贝 有自己的一个心理估价吗 因为我人生的格言是 情意无价 艺术无价 它是非麦品 因为今天都是专家嘛 让他们坚赏坚赏 平定平定 作为分享分享也是非常好的 好 那就按您说的 好 下面有请我们的专家团 进行剑跑 有请 好 到河南喝桃香 本节目由养勺彩桃房酒 赐约播出 持宝人带来了一个信统 这个刚才凯伦说 这个想起了原来车马慢 其实我们古代也并不是 所有的车马动漫 还有从前快的时候 我们国家博物馆 有一件西夏时期的一件文物 是赤燃马牌 赤就是我们皇帝的命令 赤令 然后燃马很形象 马都好像燃烧起来了 火烧火燎的 火烧屁股了 跑得非常的快 牌就是扶牌 我们古代它调动 驿战的这些能量 它拿着扶牌 那如同天子传送命令 阿伯利夹击 是不是古代看影视剧也有 背着那信统 接着快马 夹击地送到 这种信统呢 是在这个传递书信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有的比这还大一些 它不仅仅有时候钻一些书信 有时候还是钻一些私人的一些小物件 那个系好了以后盖好 这个地方呢 人也还要封住 这样的话呢 有一定的私密性 这个信统啊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 包间非常的熟旧 竹子这个地方已经发红了 我们知道竹子在这个自然的这个氧化的这个过程之中啊 盘膜使用的过程中 它的颜色会越来越深 能够发红的这个竹色一定是年份久远的啊 第二一个呢 我们看看他这个童才 这个童子的这个包间呢 也非常的温润 浸到骨子里面去的这种疏捞感 然后这个结合同活的这些工艺啊 这是一件能到清早期前后年份的倒带的真 哦 恭喜您 谢谢我们的专家老师 谢谢 我们看到啊 信筒虽小 但是来头也不小 你感觉特别开心 因为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好 非常欢迎您下次继续来到我们的华语之门展示宝贝 同样也非常恭喜您获得我们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 好 同样也给您带来一个新年的礼物 您收好了 谢谢 谢谢 期待您下次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更多的诗句 好 现在先感谢啊 谢谢您 下次再见 欢迎您 您好 谢谢您的这位老师好 我刚看您一上场啊 就说自己 收到了一件非常神秘的宝贝 当当当 就是这个 小海螺 你要不然你听不听 看能不能听见大海的声音 那我都听不听 哟 还真 这一针听不见啥东西啊 我看这个海螺跟咱 平时印象里的不太一样啊 这个宝贝是怎么得来的 这个是西西的时候 我对象送给我的 但是您猜 我当时收到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猜是拍照发朋友圈 不是 当时呀我收到之后 我只想着退回去 为什么想着退回去呢 我看这个挺好看的呀 跟你也挺搭配的 因为 这个不是像个田螺嘛 我就想着她送给我 是想让我做个田螺姑娘 在家洗衣服做饭 带孩子什么的 这个我可做不了 我是个职业女性 有没有想过这是 她对你的一个表白 您这样说好像也是啊 对啊 首先 对您这件宝贝 自己心里进行一个孤下吧 好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专家团的老师 进行健保 有请 首先呢 这件秀它是白鱼 而且呢它旁边有一块色斑 看到没有 应该说 不是普通的鱼 它应该是和田白鱼子料 雕刻而成的 第二点 它不是普通的海螺 它应该是法螺 法螺是藏传佛教当中的巴基祥之一 它能够去害避赞 给你带来这种安全平安 第三点呢 它不仅仅是普通的法螺 它上面有字 上面有一数行字啊 对 随其心静 则伏土静 表达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要想这个世界清澈宁静 以至于内心呢 必须静 这件秀啊 我们不管从它的这种整体的光感 另外呢 我们从它的圆锥性的这种工艺 另外呢 还有它这个地方的打蛙的工艺 看呢 它都是这种传统的老工艺的特点 应该是老的 那么 这种工艺风格 包括用料的这个特点呢 应该是清中漆 乾隆工的这种风格 乾隆工就是 选料筋 助工筋 打磨 抛工细 拿在手上 没有一丝 恪守的这种感觉 适合在手上盘玩 那么这件器物呢 应该是清代中漆 和田白玉雕法螺的真名 恭喜恭喜 谢谢专家健保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市场团的老师 对这一件藏品的最终估价 哦 分别是4.6万元 4万元和5万元啊 那我们再来听听 市场团的老师 对这一件藏品怎么看呢 首先给出来一个 5万元的一个估价 也是我内心非常保守的一个价格 第一呢 这件预料的玉器啊 选用的非常考究 纯白之地的和田子料 第二 也是当下两年 这个收藏市场比较热衷的 这个流皮巧雕 是吧 可以盘玩 可以盘红的一种 比较好的一个预料作品 他这个法罗呢 上面还铭刻了一些这个经文 对他以后的一个市场增值啊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是我的一个市场掌场 主导人的心理价位是6万元 相对刚刚我们市场团老师给出的价格 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相差不大嘛 嗯 好好放着等胸肌 恭喜您获得我们华语师们的收藏证书 谢谢 新年了 也送您一个新年礼物 送个几家 对 谢谢主导人 对 谢谢主导人 感谢您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吧 好 谢谢 您好 欢迎 主持人好 您好 我姓李 木子李 嗯 然后我有个微信名字 叫你叫酒 叫老中医 老中医 老中医 对对对 A380老中医 哎哟 我想起来了 咱们在那个视频连线的时候 我好像见过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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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然后说您这个老中医 负责把脉问诊 主要还能给藏品看病 没有 那个什么情况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有微信嘛 有个那个微信 有一个那个签名 人家年轻不懂事 就写的比较嚣张 写的是 专制青花狠采 各种疑难杂死杂丸 现在讲的都觉得可笑 现在专制是啥呀 现在全都不知道 现在专制老中医 现在专制各种不服 没法没有 今天来华语之门鉴定的 莫非也是瓷器 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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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件瓷器是我朋友的 虽然是我朋友的 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 好大的盘子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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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感觉它画功比较好 诚实感比较强 因为青花的话 它那个诚实感这么强的 还是包括诚实这么大 还是比较难得 它是怎么得到的呢 这么大的盘子 它也是收的 那应该会有一个心理估价 您来输入一下 对 它估价钱 好 不代表本人观点 对对对 好了 真正的老专家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来 有请专家建宝 这个呢 是一件青花满绘蝉蝉枝花 画的都是牡丹 牡丹花中之葵 花中之王 中间这个图案呢 画的是牡丹孔雀 那么这个料是明代晚期最流行的一种料 叫回青料 这种料产自国外 也有说产自云南的大宝 这个为什么数成画款 明看成画 清看雍正 明代的成画观摇 可以说是在明晚期颇为有名 这个款写得非常的饱满 笔法非常的受尽 那么底足 在这个位置 仔细看呢 有一些落沙 这叫姚毡 那是因为什么呢 它底下在烧灶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垫这种高龄的尾纱 在揭曲的时候 有部分呢 留到了这个牌子上 所以呢 经过甄辩 这应该是一件万历早期 民谣精品 回青 蝉枝牡丹 大牌 好 恭喜恭喜啊 谢谢陆老师 来现在我们请市场观察团的老师 出架 好 两位老师出的是18万 中间的赵光老师 给到的是20万的高价 这个盘子从盒子里一拿出来 可以说它是极美品 像这种明代瓷器呢 今年以来 它的价位呢 涨了非常多 可以说 30%到50%都不等 所以呢 大盘子 我给它了一个20万高价 好 谢谢陆老师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持宝人自己的心理估价 请揭晓 好 22万 哈哈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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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路并不大 恭喜你获得华语制成的 全品证书 有一件萌萌的小礼物要送给你 四年大吉 同时你也可以获得由仰勺彩桃房提供的精美离品一份 到河南喝桃香 本节目由仰勺彩桃房酒特约播出 大家好 我叫张艺龙 来自河南浦阳 你是来自浦阳的朋友 对 那之前我们《华语之门遇见中国》系列 还特意总进了浦阳中华龙乡 到那儿呢也是举办了盛大的海选 你有没有参与啊 当然有参加了 我跟我妈妈一起参加了我们这个海选 结果呢 结果呢 这个是我爸爸 这个是我妈妈收藏的 哦 你是二十几岁 二十八 准确地说 他们的年纪和你的年纪差不多 不够年代 好吧 河南这个地方啊 人节地灵 我觉得你之所以今天又再一次 来到我们《华语之门》的全民赛宝大会现场 应该是你们家还有更好的藏品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请亮宝 好嘞 这是鼻烟糊吗 没有错 这个鼻烟糊呢 它香的是十八罗汉 哦 而且非常精致 就像我之前收藏的手办一样 特别好看 我们《华语之门》的这个线下海选呢 你也经历过了 对 那是沙里淘金 对吧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赛宝大会现场 你自己有没有信心 我自己非常有信心 另外的话呢 我也准备了一首歌曲 带给主持人 以及咱们现场的专家 以及老师们啊 哎呦 大家 就是要唱歌给自己打气是吧 对对对 好 来 欢迎 在此刻祝愿大家春节快乐 祝愿大吉 岁月长河 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 谁指引如今相伴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 永不会陷落 永恒的心 与幻梦交错 生死曲折 已经永不得我 我天生在此刻 在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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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哎呀 更有自信了 超然更有自信了 我的天啊 这太厉害了 我刚才还一直欣赏着歌声的同事 还不忘看着她的宝贝 我怕被她的这个共鸣给震堆了 所以我就听着 那来说说你这藏品啊 倒袋 倒什么袋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清朝的 清朝的具体是什么时候的 咱也不知道 是吧 对对对 好吧 那它究竟是不是清代的真品呢 有请老师健保 感谢宝峰酒夜 对本来目的大力支持 宝峰国祖清香 独土 心中中我 那拿来的呢 这么一个小小的烟壶 这个烟壶 可以说是承载了清朝整个一个朝代 绝对是身份的象征 说来了 来您尝尝我这个 就从兜里掏 那是什么呢 您尝尝我这烟 我今天倒了点法国烟 把这手伸出来 掏上壶 慢慢的倒上 其实意思是什么呢 不是让你尝这一鱼 关键是让你借这个抖了的这个机会 让你看看这个壶怎么样 显摆 对就是显摆 而且有钱人那时候不是一个火 每天都给放不同的火 那才叫有身价 那这件烟壶呢 虽然整体的这个罗汉 身材各异 而且呢 都是这种高浮雕效果 感觉呢 栩栩无声 上面的这个材料一看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浑浊 这不是盘手了 这是它诗彩的时候 这材料呢 就有点 所以综合来看 这是一件晚清民国时期制作的 仿清中期 坟彩堆塑 十八罗汉的 养生命 谢谢陆老师 谢谢 谢谢 来 这里也有一份礼物 要送给你 祝你新春快乐 共年大祈 恭喜你 可以获得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 谢谢 也谢谢你今天在现场 为我们带来的 如此美妙的歌声 欢迎你再来华语之门 谢谢 同时你也可以获得 由养少产好好提供的 精美异品一份 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你 专家老师们大家好 这是我们祖传的一个 罗电镶嵌的那个首饰盒 哎呀 真漂亮 刚才说是祖传 对 就是我听我妈妈讲 她年轻的时候得到的 现在就是我妈妈想让她 跟随着我 然后就是以后出嫁用 哦 听明白了 在你们家 她是一件祖传的嫁妆 对不对 那你现在有心上人了吗 相处 相处 好 你看人家这个传承祖传的 人家就给你传这个容器 然后呢 你男方啊 就负责我里头放东西 你看 所以说你这男朋友得做好准备 想喝了 想喝了啊 如果这真的是一件 这个盗带的传承的 嵌罗电的首饰盒 往里面放什么样的宝物 我觉得都掩盖不了它的光芒 对吧 那这件宝物 在你心中的估价会是多少呢 它的金额吧 其实我倒是还好 主要它的价值 就是在心里是无以伦比 嗯 那关于这件非常珍贵的首饰盒 到底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我们有请专家老师健宝 我们知道啊 这个嵌罗电的工艺 在咱们中国其实起源很早的 确实是我们传统的首工艺门类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 那我们在北京的这个琉璃和燕国墓地 西州墓里面 就有发现过这种嵌罗电的漆器 都是一些古代那个瓶子之类的 到了唐代以后啊 我们这个嵌罗电就非常的流行了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广餐的里面呢 有一些嵌罗电的一些铜镜 还有那个啊 我们知道啊 这个日本的评为它的国宝啊 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唐代传过去的 在正餐院收藏的一件 那真的是一个名品啊 是紫檀的嵌罗电的一个五弦琵琶 这件的东西呢 现在绝对在正餐院里面 属于一等品 属于它里面的名品 就是说罗电这个记忆啊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古代的奢侈 它制作非常非常的难的 每一根细丝都是先嵌进去的啊 这件器物表面呢 你看啊 漆是黑色的 然后嵌的这种罗电 你看是这种软罗电啊 这个薄罗电 而且是有采观的 所以它从不同的角度欣赏 我们感觉到就像黑夜里面的那种 星星一般 非常的这个璀璨啊 文饰呢是典型的 这样子的这个双凤纹啊 这种双凤纹呢 在这个清中气的时候 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文饰特征啊 整个呢它这个表皮 仰化非常的这个自然 形成一道保观啊 局部呢有那么一点点的 这一些磕损痕迹 但是保存的非常的完好啊 综合来看呢 我们鉴定为 清中气黑气鲜嵌罗电 双凤纹首饰盒真评 恭喜 谢谢刘老师 谢谢 恭喜你这么年轻 就拥有了这么一件美好的器物啊 谢谢 我想它也会带着你们家人 长辈对小辈的祝福 代代的传承 也祝你能够拥有一段 幸福美满的婚姻 感谢主持人 好了 新年到了 送你一份礼物 好 谢谢 同时也恭喜你 可以获得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 好好的珍藏它 好 谢谢 同时你也可以获得 由养勺彩桃宝提供的 精美集品一份 藏品已经进入拍卖程序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华语之门官方拍卖 专家把关轻松收藏 好 各位专家老师好 您好 今天您带来的是 件什么样的藏品呢 这是一个清代的 昨天碧玉花叉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呢 也是主要想看一下 我的这个藏品的价值 它究竟怎么样 好 赶紧来填一个 您对这件藏品的 一个心理预估的一个价格 好的 好 我们的吃饱人 已经填好了一个预估价格了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 专家老师进行健保 到河南喝桃香 本节目由养勺彩桃房酒特约播出 整体呢我们看呢 它玉制呢里面有黑点发绿色 这种材质呢应该是什么 和田碧玉 它是一个树桩形的 对 而且上面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树枝断了以后 留下来的这种年轮 另外呢还有一些巴结 上面还有什么 还有的就是灵芝 古人呢把这种灵芝啊 他认为是 能起始回生 能治百病 当成一个仙草 所以呢 赫然如意的造型呢 就是从灵芝 变化过来的 那九个灵芝它就叫九如 九如是诗今小雅 天宝片里面有 如山如富如港如陵 如川如日月 如南山如松白 这九如 总体呢它表现一个 非常吉祥的这么一个寓意 这件秀呢 其实我们一拿张手一看呢 它的表面的光泽非常的均匀 包括它的底部 包括它的塘里面 洋化成非常的厚 另外它上面那些打挖 英克的工艺呢 也是非常的到位 而且在它的打挖的这种 英克的歌槽里面呢 都散发着这种厚厚的这种 包浆的这种光泽 应该说呢这一件秀呢 还是非常的开门见山的 是一件清代中期 天宝就如文 低于花叉的生品 哇 恭喜我们的食宝人 同时也感谢我们的专家健保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 市场团的老师们 对这件藏品进行价格预估 分别是3.6万元 3万元和3万元 所以说我们本场的最高价 是3.6万元 这个为什么雇了一个3万6呢 它的材料决定它的价格 毕竟是和田碧玉 碧玉呢城市量比较大 所以说呢很遗憾 一个保守的估价 好吧 好的 谢谢老师 我们再来看一看 食宝人的心理价位是5万元 这个价位相差的 不是特别大 对 还可以 同样也恭喜您 获得我们华语之门的 收藏证实 好的 谢谢 恭喜 也送您一个新年礼物 希望您下次带来 我们华语之门 带来更多新奇的宝贝 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 今天的全民赛宝大会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会有三件藏品 顺利地入围华语之门的 数字珍宝馆 究竟花落谁家呢 有请专家团合一 经专家团合一 以下几件藏品 收入进华语之门 数字珍宝馆 亲中期先欠罗店 双凤文省市盒 亲中期代炳文 白玉瓦罗 明万利青花 孔雀文大盘 让我们共同祝贺 以上三件藏品的 池宝人 祝贺他们 恭喜这三件民间珍宝 注向我们华语之门 数字珍宝馆 好的观众朋友们 本期华语之门 要和您说再见了 下期 谢谢大家